爱情公寓 爱情公寓里小姨妈的邓佳佳通过工作室宣布了自己离婚的事实 工作室发文称邓佳佳已与先生和平分手结束婚姻关系 虽然结局让人遗憾但感谢曾经相伴 一时间积极千层浪普通网友表示很惊讶邓佳佳居然结婚了 也太低调了吧竟然结婚又离婚了 了解邓佳佳感情状态的粉丝们则表示十分唏嘘 邓佳佳的前夫名叫于妍是某品牌的创始人 两人在朋友聚会上相识一见钟情 2004年相恋南方2009年自暴已经领证完婚 但当时并未办婚礼 2014年才在澳洲举行了婚礼 爆出离婚消息 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离婚原因了 有一种说法 是邓佳佳事业太忙 老公又是圈外人 所以无暇顾及 这几年 邓佳佳不但在娱乐圈发展的顺风顺水 还搞副业 开启了火锅店 所以这个原因也不是没可能 其实之前邓佳佳参加节目时 曾聊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谈到为什么领证没有办婚礼时 邓佳佳说 那时候也没什么能力办一个仪式 她是需要物质保证的 因为我们俩当时都刚开始工作 她研究生才刚毕业 从这段话能看出来 邓佳佳和于妍最初在一起 两人的经济状态还不是很好 邓佳佳愿意直接领证去 不办婚礼 证明两人当时是真的很相爱啊 接着邓佳佳提到了婚后的生活 她表示 后来补办结婚仪式是语言提出的 她自己也认为仪式感很重要 她还说到那场补办的婚礼 给她留下了很多回忆 邓佳佳接着又说 后来两个人有时候吵架的时候 两个人觉得有点不合的时候 就想起宣誓的那一 呵 就觉得既然我们都宣誓了 那就信守承诺 看来这段感情最初是十分甜蜜的 后来邓佳佳和于妍聚少里多 又时常吵架 感情难免会出现裂痕 从邓佳佳的言语中能看出 两人吵架时 她是会一直忍耐的 因为讲着已经宣誓了 就要做到 但其实感情中 一位的忍耐 勉强自己也是行不通道 两人还是在站在同一角度 好好沟通才对啊 不管怎么样 至少互相陪伴过 希望小姨妈能够拥抱新生活 好好幸福下去